比如在四川省南充市迎山县 就有这么一家人 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 他们可以说是反目成仇 水火不容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就让我们从头说起吧 画面上的这对小夫妻 男的叫李江 女的叫张丽梅 两个人本来是带着女儿 在广州打工的 可是谁想到 2014年4月16号 才刚到这里第七天 李江的电话就无论如何 都打不通了 当时我打了两个电话 他一直没回 我心里就很着急了 他一直打一直打 差不多打了四个电话 还是没有接 丈夫在干嘛呢 怎么一直不接电话 张丽梅的心里头 就有点生气 也十分着急 而就在她坐也不是 站也不是的时候 电话就突然响了起来 接通电话的那一刻 张丽梅怎么都没想到 这个电话会给她带来的 是一个多么沉痛的消息 这个电话是从 李江打工的工地打过来的 电话那头的人说 李江在工作的时候 不幸从高楼上掉了下来 当场身亡 还听了这个消息呢 张丽梅一阵眩晕 眼前似乎一片漆黑 他立刻就赶到了工地 在这看到的景象 却几乎要把他压垮了 我摸着他的手 他已经冷了 就是那种感觉 我的天哪 他还不敢相信我 我的眼睛 我觉得 我当时觉得我的天就塌 我觉得我怎么办 我真的那个时候 真的我想死的心 我觉得我看不下去了 才几个小时不见 丈夫竟然就去世了 这变故太突然 也太沉重了 张丽梅根本就无法接受 而同样悲痛欲绝的 还有李江的父母 在听到儿子去世的消息之后 老两个猴几乎没背过气去 年仅24岁的李江就这么走了 甚至在他去世的前一天 他还和妻子女儿一起拍着全家福 短短两天的时间 发生了如此大的变故 留给李江仁的 那是挥之不去的悲伤 那么李江为什么会从工地上甩下来了呢 出事之后 广州当地的公安局和案件部门 介入了调查 确认李江的坠楼身亡责任 那是在于工程方 是工地的防护措施不到位导致的 而工程方也表示 他们愿意就此向李家仁做出补伤 于是经过协商 李家仁和工程方达成了一份协议书 在这份协议书上 工程方承诺 补偿给李家仁丧当费 死亡赔偿金 被抚养人抚养费等共议 110多万元 虽然拿到了一笔钱 但逝去的亲人却再也回不来了 因此料理完李江的后事之后 张丽梅呢就辞去了工作 回到了老家四川南充 不过当时呢 他并没有回自己的娘家 而是带着孩子来到了公婆家里 不过我觉得我还是 我们还是一家人 我嫁给他们李家 那几年相处的都非常好 我反正对他还是一家人的看待 没一点给我心 李江虽然去世了 但是他的妻子和父母 还能够亲如一家 相互扶持 这本来是个多么温情的故事 让有的时候啊 变化却总比那感动来的更快 这边我们还是一家人的话音 似乎还在耳边 那边张丽梅和工作之间的关系 却在悄然之中发生了变化 在这个没了李江当润滑剂的家里 张丽梅一些本来可以容忍的缺点 在李方青老两口的眼里 也开始变得无法原谅起来了 在很多年轻人的心里头 爱玩手机或许算不上什么大毛病 可是在李方青夫妻俩看来 儿媳这就是典型的不孝顺 他们家住在农村 要下地种田 要喂养家里的鸡 还要上山放羊 这些体力活全都压在两个老人的肩上 这让公婆俩是憋了一肚子的活 可如果只是这样吧 倒是也罢 然而让老两口对儿媳最为不满的 还是关于儿子的不幸去世 他们认为这很大程度上 都是儿媳张丽梅的做 原来虽然都是在外打工 但是李方青老两口 却特别希望儿子儿媳 能够和自个儿在一起 他们本来是在惠州开了个小汉馆 可是因为经营不善 欠了很多的债 很快就破产了 在这之后 虽然公婆希望儿子儿媳 能够继续留在惠州 找其他工作 可是张丽梅呢 却坚决主张去广州 创创看 她说 考考的多好 干嘛要跑这跑那的 干嘛要弄这弄那的 是个媳妇 我儿媳妇喊她去 没办法 什么都是要听她的 如果不听她的话 她就跟儿子离婚 在儿子过去 这几天 我儿子就出事 在李方青看来 如果当初不是儿媳 张丽梅 缠着丈夫要去广州 李江就不可能发生这种意外 自个儿也就不会老来丧子 因此呢 她对儿媳 多少还是有些怨恨的 那么对此 张丽梅是什么反应呢 她觉得公婆 这完全是鸡蛋里头挑骨头 没事找事 如果李江还活着呢 也许会及时的化解妻子 和公婆之间的矛盾 然而遗憾的是 李江已经去世了 连接张丽梅和公婆的纽带 断裂了 从此之后 虽然仍然生活在同一个乌鸦下 但是儿媳和公婆之间 却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平静 他们从冷战变成了争吵 而在一个多月之后的某一天 这种争吵终于到了白热化的地步 那天呢 张丽梅独自回了一趟娘家 可是当她回来的时候 就听到了一段 让她这个肺都快气炸了的话 我丈夫还有个妹妹 她姑姑跟我说的 她说 你小姚醒了 问我妈妈在哪里 她说 爸爸之前说的 你妈妈跑了 不要你了 我觉得我还住在这个家里呢 你就这样跟小孩子 关注这样的思想 那我怎么看法是不是 那你根本没把我当一家人嘛 那我肯定 那我肯定 我待不下去了 也许是因为已经根深蒂固的猜忌和隔阂 公公或许是无心的一句话 在张丽梅的心里头 却产生了无限放大的效果 并且彻底点燃了她的愤怒之后 张丽梅带了女儿摇摇 离开了公婆的家里 投奔了在县城做生意的小姨 她回来就在门上哭了几天 吃也没吃 也算到掉 你真的一年你不管她 只有条河死了 在小姨的帮助下 张丽梅呢 暂时在县城租了一间房子 和婆家相比嘛 这里的条件并不好 可是张丽梅没有工作 她只能给瑶瑶提供这样的生活 看着女儿没来父亲 还要跟着自个儿艰难的生活 张丽梅的心里头很不适滋味 因此呢 她就想起了那110多万的赔偿款 在张丽梅看来 既然已经和公公婆婆闹僵了 她理所应当 把那属于孩子和自个儿的那份钱 给要回来 但是当她向公公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 公公的态度 却让她完全没有想到 我就提了这个事情 我就跟我爸讲 她说什么 一家人分什么存不存的 不都是一家人吗 我一听肯定就不对了 张丽梅说一开始呢 她提到分钱 公公先是吞吞吐吐 故左右而言她 到了后来呢 随着张丽梅隔三差五的跑去要钱 公公李芳青呢 干脆就塌了牌了 表示钱不可能再分给张丽梅了 因为这一百一十万已经根本就没剩下多少了 哎什么 这工作是在撒谎吧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挣那一笔钱 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了呢 面对满脸惊诧的张丽梅 李芳青呢 是这么解释了 我跟你说这个 一百一十万在惠州就把二十六万的账还了 李芳青说拿到钱之后 他就先把家里欠些的债务给还了 出去在惠州开餐馆的时候欠下的二十六万 当初为他们小两口筹办婚事 从外面借的还有五万块 再加上李江的丧当费八万五 还有一些杂志八八的开支 一百一十万的赔偿金 就只剩下七十万了 虽然只剩了七十万 但是对于家住农村的他们来说 这也并不是个小数目 可是李芳青为什么说没钱了 不能再给张丽梅呢 难道说他想独村 一说起这个李芳青却连连摆手 说其实您有所不知 这一百一十万里头除去债务之外 还有另外一笔开销呢 那这笔开销是什么呢 当听了公公的回答之后 张丽梅简直没气运过去 他怎么都没想到 不肯给他一分钱的公公 竟然给了外人几十万 这又是怎么回事 刚才我们说的在和公婆闹浆之后 张丽梅带着女儿离开了婆家 并且提出要分割那笔一百一十万的赔偿款 可是对于儿媳妇的这个要求呢 公公李芳青却表示 除了还债之外 已经没剩几个钱了 不能分给儿媳了 可是这就让人不明白了 钱面算得清清楚楚 明明还剩了七十万 公公为什么说钱没了呢 原来当初李江出事之后 工程方呢 本来只愿意给李家人六十万赔偿金 为了多增加一些收入 李芳青和外甥曹富贵 签订了一份授权委托书 委托书上写道 授委托人 也就是曹富贵 在谈判经济赔偿的过程中 不能低于六十万元人民币 如果最终的谈判结果 能够高于六十万 那么除去六十万之外 多出来的那一部分 李芳青和曹富贵 将一人拿一半 那么谈判的结果呢 工程方赔了一碗一十万 多出来的五十万 按照这份委托书 曹富贵应该分得二十五万人民币 这样算下来 除去债务 李江的丧档费 以及曹富贵的报酬 一百一十万的赔偿金 只剩下四十五万了